好,大家好,又去到第十一課了 這個應該是我們尾三還是尾二的課 我們今天學習一個叫做分析藍本 分析藍本 好了,今天也是,我們的學習目標有兩樣 第一個 第一,第一樣要知道,就是如何使用 你見到其實 你當理想懶什麼也好 其實你見到差不多Excel所有的我們的課題 都是這兩大目標的 就是那個功能如何使用 以及究竟有什麼用途 這兩樣東西 我們今天也是一樣 所以分析藍本的用途,以及如何製作 好,但是在講分析藍本之前 我們就要講一個叫做假設分析 What if analysis What if analysis 什麼來的?什麼叫假設分析? 其實就是說 我們很多時候收集了很多數據之後 其實是需要作出一些分析 甚至乎一些我們叫做預測 Excel就可以有一些相關功能幫助我們 假設分析其實就是在說 就是可以幫我們知道究竟一些數的改變對事情的影響 好,一會兒也會給大家一些例子 另外 就是呢,再去回Excel來說就是 當我跟變一些儲存格的數值的時候 究竟 我們透過檢視新公式 或者新公式的資料 看到究竟公式和變儲存格的數值 那個關係在哪裡 當然了,一會兒有實際例子說就可能好一點 好,那分析藍本是什麼來的呢? 就是在指定儲存格裡面分別建立多組稱為分析藍本的數值 先記住大家 然後最重要就是用戶可以切換不同的分析藍本 去到檢視結果 甚至乎現在可以做到一些摘要出來的 事不宜遲了 我們去回我們的展示了 好 大家也知道李sir喜歡玩board game, card game 這些東西 這裡就是 我的貓士有點問題 這裡就是某一間 card game 店 他打算舉辦一個Podcastmon card game 大賽 然後呢 當然舉辦比賽有獎品 有獎品之後也有入場費 那麼我們先看看 整個表格很簡單 你看到 我們會登記了,黃色部分登記了 我們的比賽收費 參加人數 然後我定了,每位參加人數人都會有獎品 20元一位 然後半亞貴就各 200、150 最後我們就算了一條盈利出來 當然你見到第一件事其實我們已經完成了 盈利就是這個 B1乘以B2 B1乘以B2就是我們收多少錢 減了去 B6 B7 B8 還有要減了 我們有個參加獎 B5乘B2 這條息 理論上不是金堂的主力 不過我也想透過這件事介紹 例如我先做這題,叫你寫B10的盈利 那怎樣做呢? 其實就是收入 成了它 減回你的支出 有四項支出 B6 B7 B8 以及 參加獎 參加獎是怎樣計? Sorry 參加獎是 20 B5,不好意思 B5可以了 為何B5?因為我B5已經計算了 好了,那你見到 B5我已經計算了是B2乘20 好了,那就計算了這個 我看一看 我假設收 5元位 我見到近期香港Pokémon的 卡鏡比賽大概都有 30多人的,32 Enter 哇,糟糕 我虧就要虧800多元 好了,然後你就要開始想 那好吧,我試多一個 首先,如果收10元呢 虧虧600多元 好了,如此類推 那收100元呢 賺2千多元,很開心啊 那大問題就是 咦,糟糕了 剛才說我收10元要收多少錢 我忘記了 現在大家幻想一下 如果我做得這些情境多一些 其實我不會記得之前一些情況 所以這一刻我們就需要用一個叫做 分析藍本 那怎樣按呢? 第一件事 去回資料 資料 然後 模擬分析 在新版的Excel就叫做模擬分析 OK 模擬分析 模擬分析你就見到三大家族在這裏了 兩大家族,另一個在另一邊 我們就用分析藍本管理員 好了,然後你就會見到這個位置 他就叫我們定義一些分析藍本 剛才我們說了分析藍本是在說 儲存格的不同數值 好了,那我新增吧 給他一個名字 譬如說就是收10元 然後就32人 你變數儲存格是誰呢? 哪個數字是影響這件事的 不只有一一個,有兩個 好了,然後確定 你會是什麼? 10元和32元 好,這就是我們第一個分析藍本 第二個 如果我收20元呢? 收20元 接著也是32人報名 變數儲存格是這兩個 確定 就20元,這裡變了20 32 好了,接著 我又想知道如果我收多一點,50元 也是32人報名 這裡打50,32 好了,不是呀 我收便宜一點 如果收30元 64人報名呢? 你見到這些,其實我設定這些數字 不是有個定律的 基本上是 你自己的老闆喜歡而已 好了,夠想差不多了,確定 你見到我們就會做了一個,兩個,三個,四個 四個分析藍本出來 你可以譬如說,我想看這個 按這個,想看顯示 你見到是300多元撞鬼 這個顯示 150元就賺 680元了 按這個顯示 290元 你看到的情況就是 你可以逐個逐個按 但是當然不是最好的地方 當我們選擇入了所有分析藍本 按摘要 選擇新分析藍本摘要 我們的目標儲存格在哪 這個是我們的目標 我想看看賺多少 確定 好了 你就會見到很清楚列了表出來 當如果 我是有30元的 收30元入場費64人 有32人就虧欠670元 如此類推 你就在這些分析藍本裏選擇一個你自己適合的 我下個月就不要賺太多了 我就收30元入場費 然後希望有64人參加 我們去做一些分析 做一些決定 這個就是我們的分析藍本 我希望同學都能夠掌握到 整件事 最重要的就是知道 究竟分析藍本有什麼用 報章上面 你要記得原來是這樣做的 當然了,公開試 未必很需要大家背重這件事 大家就要留意了 好,那我們今天這一堂 就到這裏了 拜拜